神是信实的神 祂要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 那个复活的大能 就像初期这些使徒们 他们看到耶稣被盯 他们心里面很沮丧 他们甚至灰心 但是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他们不一样 我们看到彼得 我们看到约翰 我们看到这些使徒 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性命 他们的生命被改变 弟兄姐妹你愿意渴慕 得到这种更新的生命 这种从里到外 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吗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为 教会弟兄姐妹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 为整个南加州的华人教会 得到复兴祷告 求神再一次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掌王权 来居所谓 来成为那个万王之王 能够成为我们的万主之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能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的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啊我们不要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主啊我们要成为主你自己 主啊那个精兵 主啊以至于主 我们能够勇敢的抬出去 那个一步 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周遭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朋好友 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你的名的 主啊也许有些人已经认识你的 但是他们还不接受你 成为他们个人救主的 主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我们也将这些已经相信你的 但是心里面软弱 主啊心里面有胆怯的基督徒 也交到你的手中 主啊主啊我们特别将这个 11月2号3号4号的 幸福小组的演习会 冲进来交到主耶稣的手中 主我们要说求你来使用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借着这个幸福小组的演习会 被你来翻转 主我们的眼目 主啊不再一样 主我们愿意说 主我们来被你所使用 主啊我们不要再白占地土 主我们要说我们不要再做指示 来礼拜天聚会的基督徒 主我们在每一天 主啊从礼拜天到下个礼拜天 主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能够来奋勇的来传福音 主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当中 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当中 仍然有许多人活在黑暗当中 主啊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我们这个祷告也是为了我们基督徒来祷告 主求主来复兴我们的洛福教会 主啊让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主啊 不单单领受这个恩典而已 主我们愿意将这个恩典 主啊能够传给那些还不相信你的 还不认识你的人 主啊我们将每一个洛福基督徒教会 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啊叫到你的手中 主啊将他们的心叫到你的手中 主啊主啊求你过去怎么样使用这些使徒 你的圣灵降下 焚伤了他们的心以至于他们被更新改变的 主啊这样的经历主我们也恳求你 主啊你降在我们的洛福教会 主啊主啊你除去这些弟兄姐妹 主啊这些软弱 主啊这些胆怯的心 让他们再一次的主啊被你更新以后 主啊他们愿意主啊照着你的心意来行 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 主我们不敢辜负 主我们愿意说主啊使用我们 主啊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踏出去 主啊我们受够了这些的软弱 主啊我们受够了这些的胆怯 主啊基督徒要站起来成为这个世上 成为我们华人社区的光和眼 主啊让我们能够发光 主我们说我们要发光 主啊我们要为你 主啊我们要壮胆主啊来得到这些 主啊这些世上的灵魂 主这是我们同心祷告 这是我们一起主啊所发的心愿 愿主耶稣你来成全 主啊愿你来成全 主啊来改变我们 圣灵啊还在这边来欢迎你 主啊来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同作息 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你在一起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哈利路亚主我们说 你真的是那个又活又真的神 主啊你能够帮助我们 出去我们心里面那个胆怯 主让我们有心里面 真的是不是我们靠着我们 主啊我们要宣告说主啊 真的是那个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呢 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活着的生命的那个盼望 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 哈利路亚主啊 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我们愿意成为你那个 新香的记忆主啊我们愿意呈现在你的面前 这是我们的敬拜与祷告 主啊求主你悦纳 求主你成就 主啊也求主你改变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 主啊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秀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弟兄姐妹 你愿意今天 来到教会 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吗 你愿意 你是空空的来 然后饱饱的回去吗 哪怕是一个人 神都愿意 神都愿意 为我们 更何况 我们的世界上面 我们有看到这么多需要的人 你想想看 即便神会这样子 更何况是我们 邮兄姐妹 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心愿 这是我们的呼求 哈利路亚 是的 赞美主 如果你刚才 感觉到圣灵在你的心里面 有一些的感动 我希望 虽然我们每个礼拜天 法律堂早上 我们都是这样子 在前面带着工档 好不好 你有点自己回应的时间 你有自己回应的时间 或许你是一个祷告的勇士 我将你献上感谢 可是或许 你不是那么会祷告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来说 我要来敬礼你 哪怕是一句话 哪怕是一个意念 弟兄姐妹好不好 你可以开口来向上帝求 你说主我愿意得到 那个更新的生命 主我可慕有那个更新的生命 主我可慕有那个胆量 去向那个我不敢去传福音的那个人 来讲话的时候 好不好 你可以向神求 神在等你 也许你已经绝制了 也许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但是你的生命当中 仍然有许多的软弱 你需要突破 好不好 我也像说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开口向神求 求神有给你那个更新的生命 就像彼得一样 他虽然三次的不认主 但是他之后 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得到大的改变 好不好 你说我的生命是软弱的 但是求主来使用我 以至于我能够有一个更新的生命 好不好 我们有一点时间 弟兄姐妹 你为你自己祷告 你为你自己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当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 你愿意将自己的敞开 好不好 你为自己祷告 祿杯爱我们的父神 从实力复活的耶稣基督 神灵宝会使主 你有听到这些弟兄姐妹的祷告 主是的 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你 主啊 他们的祷告你已经听到了 主啊 他们说他们不要再做一个 主啊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主 他们要宣告说主 他靠着你 他能够向这些黑暗的势力来宣战 主啊 他们的生命要再一次的被改变 主啊 虽然过去 主啊 他们软弱 主啊 虽然他们过去 主啊 他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 还有很多的坎坷 但是主 今天他们向你呼求的时候 主啊 还是要说主 你要听他们的祷告 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主啊 让他们真的是 主啊 愿意的 主啊 来奋勇的为你来征战 主啊 去走向那个黑暗 向这个 这个 这个属灵器的来宣战 主啊 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 主啊 他们还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 临在他们的身上 主啊 让他们有能力 主啊 有胆量 主啊 让他们能够站出去 能够奋勇的主啊 为你来得到 这些更多的灵魂 主 这是我们的渴慕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啊 求主你来复兴我们 主啊 除去我们心中的短缺 让你再次 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 主 谢谢你 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啊 愿你悦纳改悔 主啊 我们所唱出的敬拜 主啊 我们所 主啊 我们所诚心所愿 所做的敬拜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愿你得到该得的荣耀 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将所有荣耀 归给我们的神 阿们 弟兄姐妹 你预备好 要来敬拜了吗 谢谢主 哈利路亚 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 哈利路亚 很高兴再次能够来华语堂 带领弟兄姐妹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 不管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 我们这个时候将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眼光 完全转 转向我们的主 因为敬拜能够将我们的眼光 从我们自己的软弱跟难处 转向神的大能力 好吧 我们一起起立 来敬拜我们的主 尊贵荣耀君王 在全地之上 任万云都喜乐 全地都喜乐 祝你们有荣光 黑暗都得藏 万云好声唱 礼拜我们的主 心愿 Orion 赞阿说 1 10 8 17 这味道 确实都看见 我神 这味道 世在永在 世在永在 君王 从今 直到永远 你从不曾改变 永存在天地间 你是三一 真神 父子与生灵 真神的羔羊 全是羔羊 我神 这味道 各种一生命 这味道 确实都看见 我神 这味道 我神 这味道 各种一生命 这味道 确实都看见 我神 这味道 我神 这味道 我神 这味道 你只剩赠灵 你只剩赠灵 我神 这味道 你只剩赠灵 我神 这味道 你只剩赠灵 我神 这味道 我神 这味道 你只剩赠灵 我神 这味道 我神 这味道 全心歌颂我神 成为祂 一只身遵御 黑手的赞美 全心歌颂我神 成为祂 我神 成为祂 歌颂你生命 全心歌颂我身 成为祂 全心歌颂我神 成为祂 我神 成为祂 我神 成为祂 全地都看见 我胜这位大 一定不能 死亡不能 胜过耶稣的力 世上没有任何困难 胜过耶稣的力 极其能力救赎恩典 胜过耶稣的力 灵类共和 成战的神 胜过耶稣的力 极其不能 死亡不能 胜过耶稣的力 世上没有任何困难 胜过耶稣的力 极其能力救赎恩典 胜过耶稣的力 灵类共和 成战的神 胜过耶稣的力 灵类共和万民 荣耀珍贵的力 胜过耶稣的力 灵类共和万民 荣耀珍贵的力 胜过耶稣的力 灵类共和万民 荣耀珍贵的力 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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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生 自明 黑手 到 家庭 全心 歌颂 我神 真伟 的 你自生 证明 你自生 证明 黑手 到 专门 全心 歌颂 我神 正 为了 你自生 赞 你自生 赞 你自生 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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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 荣耀福神 掌握 救赎真光 挽过的盼望 你的国度 保座存到永远 唯有你 赔的所有 送在 耶稣基督 荣耀福神 转现 救赎真光 挽过的盼望 你的国度 保座存到永远 唯有你 赔的所有 送在 圣上残楼 残楼 给主耶稣 在万民之上 献上祈奔 祈奔 愿意重量 在全地之上 圣上残楼 残楼 给主耶稣 在万民之上 献上祈奔 祈奔 愿意重量 在全地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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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唯有你名 被称聪为大 祈奔 愿意重量 在全地之上 祈奔 愿意重量 在最大国家 祈奔 愿意重量 从国都贵荣耀 愿意重量 在全地之上 祈奔 愿意重量 这是多了 圣上残楼 残楼 愿意重量 耶稣 在万民之上 全上尽荡 尽荡 愿意崇荡 在万民之上 耶稣 在万民之上 全上尽荡 耶稣 在万民之上 全上尽荡 尽荡 愿意崇荡 在全地之上 愿意崇荡 在全地之上 愿意崇荡 在全地之上 民之上尽荡 愿意崇荡 我勤谓你 苛 愿意崇荡 我勤谓你 若意崇荡 在全地之上 愿意崇荡 在全地之上 愿意崇荡 在全地之上 天地之上 天上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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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我观看 前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 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百仪 收纳宗宿纸 大声喊的说 愿旧恩 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中天使都站在宝座 和众长老 并似伙伍的周围 在宝座前 免福于地 敬拜神说 阿们 松散荣耀 只会感谢 尊贵权柄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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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座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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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座宝座的生 归于神教养 愿松赞和珍贵 并荣耀和能力的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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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是的 主耶稣基督 主啊 你是配得我们敬拜与赞美的神 主啊 我们要再一次的宣告说 愿松赞 愿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是的 主啊 你的至圣的尊名 主啊 是配得我们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 主啊 来敬拜与赞美的 主啊 这是我们全心所歌颂 主啊 这是我们全心同心合一所献上的敬拜 主啊 我们要再一次的说 不单单是疾病不能成为取代耶稣的名 主啊 死亡不能取代耶稣的名 主啊 我们要说我们生命当中 现在正在经历的挑战不能够取代你 主啊 我们的经济的情况不能够取代你 主啊 我们的身份不能够取代你 主啊 主啊 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不能够取代你 主啊 我们儿女的课业不能够取代你 主啊 我们的工作 主啊 我们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取代你 主啊 主啊 因为这是你所说的 主啊 凡以别神取代耶稣的 这人的劳苦必增加 主啊 让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心来归向你 主啊 我们要说你的名是超乎万民的神 主啊 我们要再一次的说 愿所有的荣耀 愿所有的颂赞 主啊 我们都要归给你 主啊 哈利路亚 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主 你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主啊 主啊 我们特别再一次的 我将我们所有的敬拜献给你 主啊 将弟兄姐妹 主啊 现在在你面前呼求的心 也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 主啊 我们要再一次的说哈利路亚 主啊 你是掌权的神 主啊 我们不要被困难击倒 主啊 现在也有困难 但是主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你能够赢过这些软弱 主 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胜过这些的挑战 主 你的圣灵从天来降下 主啊 来焚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 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被你翻转 主啊 我们要再一次的宣告说 主啊 我们已经受够了 我们不要再做那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主啊 我们要在各个的层面 主啊 为你来做光做炎 主啊 我们要在我们的邻居当中 主啊 我们要来表现 主啊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 主啊 我们要活出你的样式 主啊 在那个还没有信 你的这些的亲戚朋友当中 主啊 我愿意勇敢的站出来 来为你来传福音 来做见证 主啊 因为你是可畏的神 主 你是死人复活的神 主啊 你是死那个红海分开的神 主啊 你是死那个风平浪静的神 主啊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 主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宣告 主啊 哈利路亚 我们再一次的说 愿你得到应得的荣耀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因为你是佩德称颂的 主啊 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主啊 哈利路亚 主啊 因为你已经践踏那个蛇跟鞋了 主啊 你已经践踏蛇跟鞋了 主啊 你已经战胜了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弟兄姐妹请坐 三位主 我们今天真的是看到 真的是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 谢谢我们的敬拜团 带给我们这么棒 这么好的诗歌 我们也愿意将荣耀 都归给我们的神 好 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主我们今天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像我一样 我们住在加州 特别南加州 我们已经有点点这个 认为理所当然 特别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 看到这个阳光许许 我们认为这个真的是很像 在西松不平常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特别有一个感觉 因为早上打开眼睛 看到一个光这样照进来 我就觉得 这样会不会透露我太晚起来了 但是我们就看到 每一天真的是有那个阳光的时候 我想有人住在东部的 或者住在那个阳光不多的地方 他们真的觉得说 你们这些南加州的人 怎么这么好 所以我们为了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好的天气 我们一直将荣耀归给神 好吗 感谢主 好 我们今天有很高兴 我们有一些新朋友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一起来 欢迎也来认识你 首先有一位是 黄安琪女士 黄安琪女士 她是从Rolland Heights来的 不晓得 你好 在这边我们欢迎你 我们左右邻居可以 跟她打个招呼 她是Ellen介绍的 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有一位 安娜姐妹 安娜姐妹在 我们知道她没有写她的 最后名 所以不晓得 安娜姐妹在我们当中 我们愿意来认识你 好 欢迎你 欢迎你 很谢谢你 谢谢你来到我们洛福教会 我们也很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 还有一位是杨兰女士 从阿亨伯来的 她是昨天听议会来的一位女士 好不好 我们也欢迎你 杨兰是在我们左手边 欢迎 洛福教会来欢迎你 感谢主 还有一位是胡春荣女士 她是从陈县 很远的地方 我们也愿意来认识你 胡春荣 是 欢迎你 欢迎你来到我们洛福教会 洛福教会欢迎你 好 我的手上今天的新朋友的名单 就是这样子 但是有没有今天 你是第一次来的 可能你没有机会写到 或者是很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来 欢迎来认识来介绍你 不知道在我左边这边 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没有 中间这个地方 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我想大家都很谦虚 好 那右边这边 有没有是新来的朋友 还是很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 都没有 好 没关系 我们一个礼拜没有见 好不好 我们前后左右彼此的问安 跟他说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特别是那几位新来的朋友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展现 我们洛福教会的这个 这个欢迎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热情 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面 看我们都是一家人 好 各位请坐 因为我们今天活动很多 所以我们时间有一点点的小紧张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 来关心这个礼拜的 重要四项报告 但是最后还没有开始之前 对不起 有一个小补充的报告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的 幸福小组研习会的报名 不是说报名截止 而是说 如果在10月2号之前 你要报名的 你就必须要自行前往网站 用信用卡报名 所以好不好 还有一些的机会 今天在教会 这个所有活动结束以前 如果你真的可以make it 我很非常鼓励各位 去来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研习会 那你可以向我们的惠玲姐妹 来报名 跟大家提醒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 教会的截止日期 报名截止日期 另外一个也就是 我们的QT活泼的生命 今天也是最后一天 来登记 那明年度的 如果你想change mind 你想要再登记 那就没有办法 要直接到台湾去登记 那我们教会 都是在几个月前 统一向在台湾的 QT活泼的生命 来登记 所以这两件事情 幸福小组研习会 非常鼓励各位来参加 就是下礼拜的五六日 还有我们的活泼的生命 好 对不起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 这次的教会重要事公报告 各位兄姐平安 请让我们一起来 关心本周重要事项 儿童事公报告 本主日儿童师班在华语堂县师 下午1点45到2点半 在教会停车场 举办Hallelujah Chunko Tree 请家长在中午12点半 接走您们的小孩 全教会灵修教材活泼的生命 订购2019活泼生命 全年中文版、英文版、学生版、儿童版 本周截止 请向团契小组登记并交费 幸福小组 2018洛杉矶幸福小组演习会 即将在11月2日到4日 在本教会举行 本周报名截止 机会难得 敬请弟兄姐妹 把握机会报名参加 核会结果 核会顺利通过2019年16位执事 通过2017年9月到12月 2018年1月到8月会计结算 及2019年会计预算 2019年财务审查员 中方文、李佳琪 长职会主席蔡乔寅 副主席吴伟昌 书记华英 小会书记华滋滋 日光节约时间 冬令日光节约时间 将于11月4日开始 就时间2点等于新时间1点 请弟兄姐妹留意 以上是本周的讯息报告 更多详细内容 请参阅周报 接下来请让我们一同来带导 为教会祷告 11月2日到4日 举办的幸福小组演习会 目前已经有超过600人报名 求神让报名人数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第5周的启发声明课程 有40位VIP参加 求主让VIP稳定出席完成课程 请为VIP们得救来祷告 为世界祷告 为21日在台湾Puyuma火车出轨事件中 死亡的18人的家属来祷告 求神安慰他们 也请为近200名受伤的人来祷告 求神医治 请让我们同心来带导 好 弟兄姐妹 我们就前一向 你这位有感动 我们在这个时候 有一点点短的时间 我们一起前或左右 或者是有一两个人 可以一起来 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 全人的阿爸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主啊 我们今天再一次将我们的教会 将我们的弟兄姐妹 交在主耶稣的手中 主啊 我们再一次的说 主啊 虽然今天主我们教会非常的热闹 主啊 我们有很多的事工 主啊 我们有Hallelujah Carnival 主啊 我们也有许多的 很多的Event主啊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 但是孩子要说 主啊 求祢在这样的事工当中 主啊 祢来作王 主啊 我们愿意说主啊 我们要来 在这样的事工当中 来遇见祢 主啊 祢是配得我们敬拜 与真宠的神 主啊 我们特别将今天 主啊 我们所有的事工 主啊 主啊 特别在这些第一次来到我们 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 我们交在祢的手中 主啊 因为我们要说 凡相信祢明的 主啊 我们就没有偶然 主啊 祢让这些弟兄姐妹 来到我们的教会 主是祢的心意 主啊 求主让这些新来的朋友 主啊 他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主啊 不管是在我们的敬拜 不管是在Connemo 不管是在我们的信息 主啊 就让他们在这其中 让他们来遇见祢 主啊 让他们能够空空的来 主啊 薄薄的回去 主啊 我们也将我们的幸福小组 也许会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 主啊 包括我们的阿法的事工 主 这都是主啊 照着祢的使命 主啊 我们所推动的 主啊 让弟兄姐妹在这当中参与的时候 主啊 你再一次的祭令也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主啊 我们基督徒 主啊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 就是要去做门训 主啊 主啊 让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 来聚会的基督徒 主啊 我们要有胆量 主啊 从那边来得到力量 主啊 以至于我们能够为祢继续的征战 主啊 我们今天再一次恭敬的将 你自己忠心的仆人 主啊 我们的谢信生牧师交到你的手中 主啊 愿你高抹他的口 使他所分享的信息 主啊 再一次来向对我们说话 主啊 我们不单单只是听一个精彩的讲道 主啊 让我们有那个动力 主啊 听完讲道 以至于我们能够行道 主啊 赐给我们那个信心 赐给我们那个盼望 赐给我们那个力量 以至于主 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 活出你喜悦的生命 主啊 谢谢你 这是我们的祷告 愿你今天得到该得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下时间 有我们的喜愿今天要为我们 来先吃 Ach y善尸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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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od made us dark and light, He loved us both day and night. God made us dark and light, He loved us both day and night. God made us dark and light, He loved us both day and night. God made us dark and night. God made us dark and night. God made us dark and light, He loved us both day and night. God made us dark and nigh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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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像给他们去 所以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今天有很多除了给小孩玩的一些的车子 我们用车子的trunk后面打开成为我们的摊位 那我们还有很多美食的摊位 盼望大家留步我们一起来享用 那我们知道今天是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了 我们看见虽然好像太阳天气很不错 但是在这边牧师一个小小的叮咛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年长者 早晨晚上我们特别要加一件衣服 因为天气已经凉了 注意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 OK 好 我们今天呢 我们这几个一个多月来一直在我们的四世纪当中 我们看完所有的四世 那其实四世纪已经到了尾声 OK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讲四世纪的十九章 其实四世纪到十七章 已经把所有四世都讲完 最后一个四世纪里面讲谁 上礼拜 这前一个礼拜 王牧师跟我们讲最后一个四世是谁 不太记得 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四世是谁 大力士叫什么 参孙 参孙以后就没有再讲到四世的事情 但是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 用五章的时间来讲这一个时代 最后一句话 在四世纪的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用一句的经文来描述这个时代 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 来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下面是新一本 我们来念新一本 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都行自己 看为对的事情 其实在这一段的故事 十七章到二十一章 讲两个人 当然不是只讲这两个人 讲这两个人 从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跟他们那个时代 看见那个时代 因为那个时代的黑暗 所以在那个时代的里面 用这两个人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从这两个人的故事当中 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说 那个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上个礼拜 朱利传道在这边 已经跟我们讲了 那个在米家的家里面 成为他们家的世事 那一个少年的立位人 那是一个故事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十九章 那时国中 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这个意思是说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管理 他连上帝好像要管理 好像每一个人都 不接受神的管理 所以自己做亡就好了 自己做亡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 也是一样 我们从我们现在的时代 可能你觉得我们的时代很好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的当中 我们看见 其实这个时代是一个 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 我们的道德伦理的规范 就越来越低 人的思想非常的自由 整个的世代来讲 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 我自己为中心 什么都是我 不是只有世代 不是只有我们的世界是这样 其实在教会里面 常常也是这样 我想做什么 我不想做什么 牧师要做这个 我才不想做 那我不想做 所以我们常常看见 这是一个现代 一个好像是一个文化当中的 一个现象 换句话说 自我中心成为我们 拦阻我们生命成长 成为一个最大的瓶颈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 神在我们 怎么样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来看见 我们怎么样突破 那个自我中心 拦住我们生命成长的那个瓶颈 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从整个十九章里面 我们来想一想 怎么样能够打破 那个自我中心 帮助我们在灵命上 能够成长 今天从几个方面来想 第一个 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要跟你朋友们说 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 保守你的心思意念 其实有一段经文 大家很熟悉的 来我们一起来念 这言四章二十三节 来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再念一次 来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这里的心就讲到 我们的心思意念 换句话说 要保守我们的心思念 胜过保守一切 这没有说 我们要保守你的钱财 要保守你的产业 要保守你的民生 要保守你的地位 没有 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 什么 再讲一次 心思意念 因为一生的果效 从哪里发出来 从心发出来 是等我们想什么 我们可能做出来 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心思念 太重要 但是我们常在思想 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边思想 你说我隐藏得很好 但是有时候 我们就会 从我们的讲话当中 从我们的行为当中 就流露出来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太注重 我们的思想 不太注重我们的意念 现代人 常常说 我高兴 我快乐 我爽就好了 这是现代人的一个 好像要让自己 活在这个世代的当中 所以刚才的 四十记告诉我们说 在那些日子里面 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都行 自己看为对的事情 这真是我们人 常常会有一些挫败 或是失败的 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个对了 我想做了 很多人说 我做是我凭良心 谁的良心 我骗人的钱 我也凭良心 对不对 是不是 我诈骗集团 这是正当行业 你知道这个诈骗 已经算是一个行业 不是那个 他们说这是一个行业 特别我们从这个 十九章的故事里面 其实十九章讲什么 讲一个立位人 跟他的妾的一个故事 所以有一个立位人 为了要找他的妾跑掉 为了要找他的这个妾 所以他早早早就来到了 这个贝阳明的地 在那里遇到一个 他本来呢 那么要回家的路上呢 他本来要住在街上 因为没有地方去 但是有一个 以法连的老先生 这话你不可以 老先生好心啊 你不可以住在街 这个马路上 很危险 因为我们这个城市 不太安全 所以呢 你到我家来住 他就这个 这个立位人 就带着他的妾 就住进他们家 那天晚上 有一个GBR的匪徒 一群匪徒就来 他们是汴亚敏人 你就把这个人交出来 其实这个场景 我们在哪里看过 在哪里看过 创世纪 有没有 那两个天使 进到罗德家 很像 所以你把那个人交出来 让我们任意而为 我们要 说哪天 要强奸他 但是老人说 不可不可 不可行这丑事 我们家还有一个女儿 还没有结婚 还未嫁 然后这个妾都给你们 你们认 随便你们怎么办都可以 所以那个时代当中 把这个女性 没有地位 没有价值 可以随便被人凌辱 所以我们就看见 整个以色列 已经堕落到一个 无可救药的地步 结果呢 那个妾就被凌辱 至死真业 然后那个六人 早晨起来 我都不知道他晚上 能不能睡得很安稳 早晨起来 门打开 已经看见那个妾 躺在门口 趴在门口 已经死了 已经断气了 她还说什么 起来 我们走吧 没有一点怜悯心 没有一点同情心 也没有安慰 也没有疼惜 发现窃死了 怎么办 把她驮上驴子 带回到家乡 然后把她的尸身 切成十二块 为什么呢 她说你们这些 宾亚敏人太残忍了 我要把她的尸体 切成十二块 分送到十二个支派 让我们全以色列人知道 你们这些宾亚敏人 多么的残忍 其实当边有看到 她自己也是一个残忍的人 如果这是你心爱的太太 你会这样做吗 这件事情是有一个立位人 立位人是代表 以色列人来服侍神的 这个支派的人 他所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着 如果我们不提升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人的关系 一样会多 我们不尊重神 我们也不会去尊重人 如果我们因为知道 尊重神 而知道这人 都是由神所造的 我们就不会行这样的恶事 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很重要 你还记得 大卫王 其实大卫王是 在圣经里面说 大卫王是神所看重的 和神心意的王 但是他在最巅峰的时期 却犯下了一个 他一生中的污点 一生中的失败 圣经那天说 他那一天 睡觉睡到什么时候 有四个字 睡到日头平息 什么意思 可能前天晚上 看电视看得太晚 所以睡到傍晚才起床 起床没事做 在他的阳台上走来走 觉得看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浴室会盖在他们家前面 正好看见 一个美女在那里洗澡 八十八 随便一想 就想要把八十八 占为己有 其实他的后宫 有已经很多太太了 对不对 八十八算什么 结果 因为他的心思意念游荡 而犯下了那个奸淫罪 不仅犯下奸淫罪 而且后面还做什么 我们讲四个字叫 借刀杀人 把这八十八的丈夫 乌利亚给杀了 大卫其实没有计划好 我要计划好 原来八十八天天在那里洗澡 我计划好 哪一天起来 在那边看一看 然后 其实没有 大卫没有计划好 要犯奸淫 他不是一早起来就 都设计好 没有 但是 当大卫容许 他的心思意念 在那里游荡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 心里面就有一个空间 落入一个不可自拔的 一个试探的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不要 让环境来决定 我们的心思意念 来决定我们 生活上的反应 环境好 我们常常环境好 我们就欢喜快乐 我们遇到艰难 遇到挑战 我们就在那里抱怨 沮丧 失望 挫折 生气 埋怨 今天我们需要反过来 做一个旧途 我们要所说选择 我们要选择 我们的心思意念 降伏在圣灵的 管理的下面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心思念 能够降伏在 圣灵的管理下面呢 那我们就要为 我们的生活 来做一些的选择 你要决定 我们的眼睛 所看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 任何东西 太容易了 我们的电脑一打开 什么都有 不是吧 好的坏的 什么都有 什么样的图画 影片 所以我们要决定 我们眼睛所看的 我们要来决定 我们耳朵所听的 我们要听什么的音乐 我们要听什么样的论述 我们要听什么样的 各样的信息 要你们不要容许 我们的心思意念游荡 其实我们常常 看到一个东西 我们就觉得 这个东西不错 特别在Amazon上面 哇 什么东西都有 想买这个 想买那个 一上Amazon就下不来了 一上YouTube就下不来了 我们要管理 我们要掌控我们的心思念 除了眼睛耳朵 我们要为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口中所说的 求圣灵来管理我们 你要说出消极埋怨的话 还是你要说 积极造就人的话 所以每一个决定 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弟兄姐姐 我们不要小看这些决定 所以我们要来掌管 我们的心思念 因为这些是真正影响我们的生命 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 影响我们所做的 就算我们今天拥有很多 令人羡慕的资源也好 财富也好 工作 环境也好 但是如果我们持续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 做错误的决定 我们最终会落入一个失败的当中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能够持续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 做正确的决定 就算我们没有资源 我们可能没有财富 可能遇到一个无可往往的环境 我们仍然可以反败为胜 Amen 所以弟兄姐姐 我们要来思想一下 我们到底我们的心思念 常常在哪一些事情上面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常常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 常常我们的心思念 正是让我们落入一个 愁苦的原因 我们看到环境是这个样子 哎呀 上帝啊 你在哪里啊 怎么会这样呢 或者说就想一些办法 想要突破 但是我们有没有顺服在 圣灵的掌管当中 弟兄姐姐 我们不要再让环境来主宰 我们的心思意念 反过来 我们的心思念要降伏在 圣灵的掌管当中 让心思意念合乎 神的旨意 Amen 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要祷告来寻求 神的旨意 你说牧师啊 这个祷告老生常谈 是 没错 但是祷告重不重要 祷告很重要 对不对 当我们要面对人生转折的时候 我们要谦卑地回到神的面前 求神来带领我们 有一个祷告的方式 那牧师怎么祷告呢 怎么祷告 很简单 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来念 这段经文很熟悉的 来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 好像很笼统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这里讲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 什么叫祈求呢 求什么 用前面你求什么 我问你 工作 好的工作 好的配偶 好的家庭 任何的财富 地位 民生 你有发现我们最近QT 所罗门王他求什么 求什么 智慧 在这样一个充满快速变化的 一个世代的当中 这种简单我们求什么 有人说 有若有人问你说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要钱 对不对 Money 这是我们常常最快的反应 我需要有钱 好像说这个 钱不是万能 对不对 没有钱怎么样 万万不能 对不对 钱很重要不是吗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你是不是因为想要有钱而有钱 是吗 你只是因为那个要那个有钱吗 我相信不是 我们之所以想要有钱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为钱可以给我们安全感 给我们爱 给我们快乐 给我们满足 但是事实上我们再仔细想一想 我们刚才所讲的 安全感 快乐 满足 是钱可以买得到的吗 没有一件事可以用钱换取来的 所以我们再重新思想 为什么 索罗门王求智慧 因为他知道 当我有智慧以后 我知道如何来管理我的生命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不是单单面对财务缺乏的问题 我们是面对智慧的问题 我们不是面对家庭的问题 我们是面对智慧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要祷告 求神给我们智慧 雅各苏一章五节 再来念这个经文来 雅各苏一章五节 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必就赐给他 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 你说我什么都有 我也不缺乏智慧 有没有 我们有缺乏智慧 这句经文换句话说 我们的神从来不嫌弃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来寻求祂 只要我们愿意到祂面前来祈求 主要祂给我智慧 当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上面 都是我们生命得胜的关键 所以当我们一生当中 不是只注重我们的IQ 智慧 也不是只注重我们的情商的EQ 这很重要 IQ很重要 EQ很重要 但是有一个Q 叫XQ 说牧师什么叫XQ 从来没听过 什么Q 什么叫XQ X代表什么 X就是未知数 不知道 变数 所以这个叫变商 在一个充满未知数 充满变数的环境当中 你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个需要智慧 而且是需要从神来的智慧 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生活当中 太多的变数 不是吗 常常有人说 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 不是吗 特别是在半夜的时候 接到台湾 大陆 香港 打来的长途电话 吓都吓死 有没有 这位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 从神来的智慧 所以这几年 在我自己 神明的追求的当中 我有很大的转变 我从前认为 我要服侍神 我所追求的 我要追求恩赐 我要追求能力 Yes 神给你恩赐 神给你能力 但是这些年当中 有些经文 就深深地影响我 我们来念 四章 真言四章七节 来 智慧为首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 必得聪明 什么为首 智慧为首 智慧为首 不是说恩赐不重要 不是说能力不重要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 我们清楚明白 神给我们的智慧 是我们要优先来祈求的 其实听众姐妹 我在这里鼓励你 增加我们的什么Q XQ EQ 我爸妈被我胜成这样 笨就是笨 没有办法 EQ可能可以学习 但是 XQ求神帮助我们 智慧为首 第二个祷告 我们这些经文说 你们祈求救你们 然后呢 第二句话怎么说 寻找就寻见 找什么呢 寻找什么呢 在这边寻找什么 马来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来一起念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 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里的求在原文里面 就是寻找 不是先为我们的工作祈求 不是先为我们的配偶祈求 不是先为我们的环境祷告 乃是我们要来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 这个经文我很熟悉 但是我们不太明白 什么叫神的国呢 什么叫神的义呢 神的国就是神手中的工作 神的义呢 就是神吩咐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 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 无论你今天是有工作 还是我是正在找工作 还是我根本不想工作 还是我今天已经是 已经有家庭 我已经结婚 还是我是单身的 还是我今天的生活过得很平顺 还是我生活里面 常常遇见艰难挑战 我们所要祈求是什么 寻找什么 不只是单单为我们的家庭生活 婚姻工作来祈求 来寻找 我们要扩大我们生命的格局 来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说主啊 你到底要我在我这一生的当中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你要我在你的国度里面 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你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 今天 又是一个好的机会 你向神求这样的问题 主啊 你要我在一生当中 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在你的国度里面 做什么 你在我身上的心意 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 寻求神给我们的位分 那我们自己在过每一天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当你早晨张开眼睛 说主啊 今天我要为你做什么 而不是一张开眼睛 赶快刷牙洗点 吃早餐然后去上班 然后就陷入一个忙碌的当中 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又回家 神啊 今天你要我做什么 所以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主啊 我的人生当中 我要为你做什么 这个第二个 寻找 第三件事情 叫什么 扣门 怎么样扣啊 是 怎么样 扣什么门呢 扣什么门呢 当我面对人生前面的道路 不知道该如何前行的时候 扣门就代表 你在寻找神给你的机会 你说牧师怎么扣门呢 有三个问题 我们可以来问自己 什么是你现在你手中 所有的资源 我什么都没有 还是我有一点点 什么样的资源呢 可能是你的财富 可能是你的财干 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 可能是你的恩赐 现在手中有的资源是什么 神给我什么样的机会 第二个 什么是你的热情 什么叫热情啊 听说什么叫热情 就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我很喜欢弹琴 很喜欢唱歌 还是很喜欢帮助别人 还是很喜欢 做各样的事情 服侍别人 你的热情在哪里 你做是最有果效的事情 是什么 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能够表现你的自信 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热情 passion 第三个 什么是你的梦想 多少年来 你那个想要做 可是那个心愿 都没有办法做的 还没有真正尝试过的 这上面就是神 把这我们面前的门 是让我们可以尝试去打开的 Open the door 神给你的机会 特别我们身上在 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看见真是 美国的产业 面临多少的重整 跟改变的关键 我们应该 我们不应该只是按着传统 以前都是这样子 现在应该也是继续这样子 不应该只是按着传统 的想法 的做法 我们有一个主动积极的思想 来扣神的门 特别在一个大环境转变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怎么样 来扣神的门 我们真的凭着信心 勇敢去尝试 也可能会失败 但是我们愿意勇敢去尝试 对基督来讲 我们的信心是有对象 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 就是为我们创始成中的 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当我们向祂祈求 祂就将那智慧赏赐给我们 当我们寻找 祂就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位分是什么 当我们叩门 祂就让我们看见 摆在我们眼前的机会 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祷告 寻求神的带领 第三个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 认真的跟随神 在世世时代的那些立位人 他们可能有敬拜的知识 因为这些知识 这些敬拜的方法 是祖传下来的 虽然我们知道世世时代很黑暗 但是他们也有一些 祖先流传下来的 进地位人就该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 敬拜的真实的意义 我们知道信仰不只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跟随神也不是只是讲讲就算了 跟随神我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看太多的什么这些的资讯 好多的资讯 马上看到别人贴在微信上面 贴在那里马上转发 表现出我们好像 真的好像有属灵的生命 但是有一句话说 不要只是 talk the talk 我们要怎么样 walk the walk 什么意思呢 你不是只要在嘴巴上面讲讲而已 我们要真的付出在生活当中的行动 有时候真的基督徒讲的太多 做的太少 实际的跟随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今天真正拦住我们到神面前来的 真的不是那些什么大的罪 而是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小小的事情 因为工作太忙了 家庭太忙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服侍神 没有办法来亲近神 很多的事情 我们常跟主 主啊你知道我现在很忙 我小孩还小 我工作很忙 等我这些都搞定了 全部都搞定了 主啊我要来跟随你啊 不是吗 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子 钱赚够了 我一定来跟随你 我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信仰 有人叫信用卡式的 什么叫信用卡式的信仰 什么叫 有人没用过信用卡的 信用卡就是你先去刷卡 对不对 什么时候付钱啊 等一个月之后 那账单来再付钱 所以什么叫信用卡式的信仰呢 就是我们享受现在的恩典 但是我们将来才付代价 这种姐妹 这是我们常常心里面想来 常常给我恩典 给我祝福 我们享受了现在的恩典 但是我将来才来跟随主 但是这种姐妹 主耶稣的呼召 永远不是将来事的 主没有说 等你将来 一切都搞定了 孩子都长大了 钱也赚够 再来跟随我 绝书说 你现在就来跟随我 永远不是将来 再来跟随我 呼召永远是现在的呼召 而且从我们 现在生活的岗位上 为主而活 为主做见证 你说一个人要跟随神 有两个先约的条件 第一个 我们的价值观要先被改变 被调整 如果我们不能看重神 过于看重这个世上的一切 我们真的很难来跟随主 你还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 说一个天国的宴席 有没有 这个主人说要办一个宴席 然后呢 请仆人去说 你找去把那些人 要到我们的宴席上来 我们要一起吃喝快乐 但是去 要第一个人说什么 我买了 一块地 然后呢 不能去 我要去看那块地 我不能去 我不能复宴 地是什么 地就是我们的产业嘛 第二个人说 对不起 我买了 你还记得这故事吗 买了什么 不是买了两辆这个pickup 他买了五对牛 什么意思 这五对牛来了 我现在有事业 我要去打拼了 所以我不能去啊 我有事业要做 第三个人呢 说什么 你们记得 第三个人说 哎呀 不好意思 我不能去 因为我刚娶妻 什么意思 我有婚姻家庭要照顾 虽然天国好得无比啊 但是天国再怎么美好 遇到地 牛 妻子 怎么样 还记得这些事情优先了 不是吗 主啊 与你同在多美好 遇到产业 遇到事业 遇到婚姻 哎呀 跟不下去 与你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不能 先把我们的价值观 先被调整 看重神 过于看重世界的一切 我们真的很难来跟随神 所以第一个 我们价值观 先被调整 第二个 我们生活的优先秩序 要被调整 很多人牧师啊 问我说 牧师什么是生活的优先秩序呢 是工作先 还是教会先 还是家庭先 那你认为呢 云香哥你认为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牧师也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是很简单 我们回到 刚才那段经文 再来念一次来 马来普林六章三节 来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那你说工作呢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要为神的国的缘故 我尽全力的在我的工作上面 你说教会呢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要为神的国的缘故 我就好好的来服事 那你说家庭呢 要为神国的缘故 好好的建立你的家庭 换句话说 今天无论我们在生活环境 哪一个角落 哪一个环节当中 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帮助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不是把所有东西全部丢掉 然后住 我去读完神圈 我来到山上建一个小小的教会 在那里服事 不是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我们就为着神的缘故 好好来过我们的日子 竭力为主做见证 我们千万不要说 哎呀 那个牧师 在亚洲比较容易 在台湾 在大陆 在香港 可能比较容易 在洛杉矶很难 听众姐妹其实在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国家文化当中 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每个地方都有罪恶的试探 都有全是金钱的诱惑 但是当我们决心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认真地来跟随神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地经历到 神给我们生命中的喜乐跟能力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讲的三点 我们怎样面对一个 个人任意而行的一个时代呢 怎么样面对呢 一方面我们感谢神 神已经给我们应许 有突破的恩膏在我们的中间 另一方面 突破永远从自己着手 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努力 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 那是一个魂的尾声 从我们的祷告开始 那是一个灵的尾声 从一个生活上认真地跟随神 从一个生活上认真地跟随神开始 那是一个T的尾声 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 将我们的全人献给神 立定心志 为主而活 我们就能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经历神的突破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我们经摆摊上来 亲爱的主要我们再一次 献上我们的祷告跟赞美 谢谢祢在我们的面前 主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挑战跟挫折 但祢已经赐下新的恩膏 在我们的中间 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很多的时候 主我们要突破 但是有些是拦阻 这些拦阻就在我们的身上 主要求祢给我们一个软弱前辈的心 我们愿意敞开自己 把我们自己降服在祢的面前 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把我们的灵里面的生活 把每一天现实的生活 都带到祢的面前来 让我们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 重新委身 好好在每一天的生活上 经历祢的突破跟恩典 主要谢谢祢 主我们也愿意一样 用奉献来到祢的面前 主祢丰富地供应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里面 主我们如今 还限在祢的面前 求祢让这些金钱 成为祢圣功所用 谢谢主 我们将祷告来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用这首歌 祢宿基督汝 feast 祢蘋聖光 że 救赎真光 万国以盼望 祢果独 宝座 春到永远 唯有祢 赔得所有宗人 耶稣基督 荣耀 福神终现 救赎真光 万国的徬徨 祢的国度 宝座 春到永远 唯有祢 赔得所有宗人 写上春荣 春荣 给主耶稣 在万民之上 千上敬拜 敬拜 愿祢终要在全体之上 耶稣基督 荣耀福神终现 救赎真光 万国的盼望 祢的国度 宝座 春到永远 唯有祢 赔得所有宗人 福神终现 如今老子 廣灿和祢 神终现 白殿和祢 神终现 一本子 宝座 Lee 商祢尝全能 圣上全能 珠 através全感 集完 非常愿意 vere вы 当音乐继续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向主说是的 主啊 主 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身心灵 都带到你的面前 主 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 靠我们的眼睛 能够看见我们生命中的拦阻 主 让我们的身心灵 都能够突破 让我们愿意从自己开始 走出那自我的黑暗 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圣灵来光照我们 带你我们冲破一切的黑暗 因为我们不想再被仇敌所蒙蔽 不想再被这些事情所捆绑 让我们再一次立定心智主啊 竭力为你而活 经历你的突破恩典的大能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献上尊荣 用显往赏万民之上 圣上尊荣颇 尊荣 veil 悦你纵容在全义之上 献上尊荣 天主耶稣 在万民之上 献上敬拜 敬拜 愿你崇高在全体之上 我们现在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富的怜悯与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 扶持 安慰 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圣上尊荣 日处之地 道日若之处 唯有你名 被尊重为大 最小不弱 到最大国家 凡有其心 都会荣耀给你 圣上尊荣 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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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主耶稣 在万民之上 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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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一些最大的荣耀 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Amen 谢谢大家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 我们等一下我们的祖父学结束之后 我们欢迎大家留步来参加我们今天中午的活动 谢谢祖 一些的用态 监制 员 ع 把磷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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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